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他们三个登上了小船 其他人都下落不明 现在他们带的食物和水已经渗得不多 而更糟糕的是 男主的肩膀也受了重伤 这时小黑忽然发现 前方出现一座小岛 三人赶忙向前滑去 费尽力气爬上岸后 三人已经快虚脱了 环顾四周很是荒凉 大家感到很失望 就在胡子哥抱怨糟糕的命运的时候 一个带着于夫帽的壮汉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于夫哥简单地问了一下几个人的情况后 就热情地将三人带回了自己的家 喊煮了粥给他们吃 于夫哥告诉他们 这里离三人要去的苏格兰并不远 过些天有船路过 就可以搭乘路过的船离开小岛 于夫哥看到男主受伤很严重 就提出明天带着三人去胖叔家 胖叔家有一栋大房子 环境很好 三人可以在那里住几天 而且胖叔有个侄女叫小红 懂点医术 还可以给男主疗伤 三人对于夫哥的帮助表示万分的感谢 并送上了随身带来的郎母酒作为见面礼 傍晚于夫哥出了门 三人在他的房间里休息 男主在翻看于夫哥的藏书的时候 无意中翻到了一本老旧的日记本 日记本的主人叫帅帅男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男主翻到了最新的遗案 上面记录着五年前 一艘商船在迷雾中触跤沉没的场景 看来这里经常发生海难 于夫哥这时走了进来 男主赶紧就把日记本藏了起来 一夜相安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 三人跟着于夫哥往胖叔家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男主发现小岛上还有不少的房子 但很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 于夫哥告诉他们 岛上很多年前遭受过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 导致粮食绝收 于是很多人搬离了小岛 另谋出路 现在岛上只剩下了四个人 于夫哥 胖叔 胖叔的侄女小红 还有一个有些疯疯癫癫的女人 长发妹 这时长发妹从旁边穿了出来 直接给了胡子哥一个拥抱 但嘴里却念叨着另一个人的名字 于夫哥拉开了长发妹 把他赶回了家 然后告诉男主 长发妹的哥哥和胡子哥长得有些像 但几年前出海去世了 一路来到了胖叔的家 胖叔对三人的到来 似乎并不欢迎 他告诉三人 小红的身体最近不好 没办法接待大家 随后男主拿出了郎母酒 当做礼物送给胖叔 胖叔这台勉强答应三人留下 看来这岛上的男人都是爱酒之人 晚饭过后 大家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小红在一边给男主敷药 在聊天中 胡子哥说起了那天的海难 他们当时遭遇了很大的迷雾 能见度不到一米 忽然海面传来了一阵美妙的歌声 声音很响 大家都沉醉其中 紧接着船就撞到了礁石上 胖叔和小红听到胡子哥说到了歌声 神色都有些慌张 胖叔谈到在几年前 他们岛上一艘渔船也在那片海域沉没了 船上的人都死掉了 男主听后感觉确实有些古怪 夜深后大家都已经睡下 胡子哥听到屋外有个女人的声音 出门查看 但没什么发现 这时有个女人的身影 在胡子哥的身后闪过 男主的这边也感觉到了动静 镜子中也出现了人影 第二天 胡子哥和小黑打算在岛上转一转 尽管胖叔和小红告诉他们岛上不安全 但两人还是决定前往 因为他们认为渔夫哥在说谎 这里根本不会有大船经过 他们决定自己寻找船离开这里 两人在岛上分头行动 不料小黑却遇到了鬼打墙 而且那个女人的鬼影就在小黑的四周出没 而另一边 男主在胖叔的家里转悠 然后来到了一个空房间 从摆放的物品来看 这里应该是胖叔儿子的房间 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男主没有多逗留 很快就离开了 到了晚上 胡子哥惊魂未定的跑了回来 他说自己也迷了路 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但小黑却一夜未归 男主的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第二天 大家分头去岛上寻找 果然在一个山崖下 发现了小黑的尸体 接连发生怪事 看来此地不亦久留 男主和胡子哥打算借给小黑海藏的机会 借船逃离小岛 小红知道了男主的计划 不想让男主他们走 于是劝男主留下来 这时小红的眼睛忽然变成了诡异的绿色 并主动亲吻男主 男主没顶住诱惑 两人来了场不可描述 与此同时 待在自己房间里的长发妹 忽然眼睛也变成了绿色 而且身体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操控 做着和小红同样的动作 不过小红的缠绵并没有让男主迷失 男主和胡子哥还是趁着夜色 偷偷划着渔夫哥的小船出了海 谁知海面上又出现了迷雾 同样传来了歌声 两人只好将船只划了回来 再做打算 男主开始细细地研究帅帅男的日记 发现海上的歌声 应该是传说中的海怪所发出来的 海怪靠美妙的歌声吸引船只 然后猎杀船员 这个小岛的附近已经发生了很多起类似的海难 难道真的逃不出去 男主不甘心继续研究日记 于是翻到了帅帅男的一段恋爱史 上面记载的帅帅男爱上了村里的金发姐 两人互有好感 这天帅帅男邀约金发姐参加晚上村里的舞会 同时还记载着胖叔的儿子小胖也喜欢金发姐 但只是单相思 这时男主听到外面有动静 一看就是小红 男主对小红表达了歉意和爱意 小红却似乎有难言之隐 让男主离自己远一些 然后就躲进了房间 怎么都不开门 男主只好趴在门缝往里偷看 眼前却闪现出一个恐怖的鬼影 而另一个房间 喝醉酒的胡子哥又听到了歌声 一气之下拿起猎枪冲了出去 却一夜未灰 第二天男主醒来时 已经记不得前一晚的事了 这时噩耗传来 胡子哥也死在了山崖下 随后众人赶到了现场 长发妹抱着胡子哥的尸体伤心的哭泣 并指责小红杀了胡子哥 小红这时突然倒地不起 四肢抽搐 胖叔和渝夫哥赶紧把小红抬回了家 男主质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胖叔也只好告诉了男主实情 在多年前 渝夫哥的儿子帅帅男和胖叔的儿子小胖 同时爱上了同村的金发姐 但金发姐显然对帅帅男更中意一些 这让小胖猝意大发 于是在金发姐参加完舞会回家的路上 强行就把金发姐给那个啥 而帅帅男刚好路过 以为两人是自愿的 于是就生气地走开了 为了不让金发姐发出声音 小胖捂住了金发姐的嘴 不料金发姐却窒息而死 惊慌失措的小胖就逃跑了 尸体也被他扔下了山崖 相伪造成失足掉下山崖的假象 但这却隐瞒不住渝夫哥和胖叔 虽然不知道是谁杀了金发姐 但因为他们的儿子都和金发姐有关系 为了避免引起村民们的怀疑 只好隐瞒了下来 不料自此之后 小红和长发妹就被金发姐的鬼魂附体 不光小胖和帅帅男 就连村里的其他男人都被一一杀害 岛上只剩下了胖叔四个人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并且金发姐还控制着周围的海域 用歌声诱导船只靠近礁石沉没 所以想逃也逃不掉 男主三人的到来 让胖叔他们看到了希望 就算对付不了金发姐 最起码也能当当炮灰 现在胖叔和渔夫哥良心发现 他们将小红和长发妹给控制住 让男主赶紧驾船逃跑 不料小红长发妹挣脱了束缚 来到了岸边控制住了男主的大脑 眼看着自己爱的男主就要被淹死 小红挣脱了金发姐的控制 携手长发妹跳下了山崖摔死了 金发姐失去了附身的躯体 瞬间魂飞魄散 男主也就得救了 英国的恐怖电影一直带着独特的韵味 特别是反映19世纪以及中世纪的场景 很有一种古典美 剧情可能不那么新颖 但看看风景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